Hello I'm Melanie 這是我的第一支影片 然後以前我也拍過很多旅遊的 但是都沒有公開 希望以後可以剪好然後放出來 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在倫敦Kings College London念碩士的學生 我念的是MSC Digital Marketing 我一直很想拍這部影片 因為我很想分享我從申請到錄取到真的在英國留學的生活 然後 這是我們學校的外套 我們學校系列產品超多的 但是又真的很好買 其實一開始想說 我的第一支影片應該會是從台灣到倫敦的 可能是宿舍Room Tour吧 然後 但沒想到現在就是因為病毒的關係 整個計畫都被打亂 也是在收拾行李 沒想到第一部影片就是要 給大家Room Tour一個我即將要離台的 在倫敦的宿舍 但是我蠻想要記錄一下 然後可以介紹一下我在倫敦的住宿 是長什麼樣子 這是我們從大門 大門進來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呢就是拿出這個鑰匙 開這個門 然後進來之後 第二道門 再來就是我們的reception 這樣子 那因為現在因為病毒的關係 reception都關了 所以平常他們的功用就是幫我們收包裹 然後因為都不幫我們收了嘛 所以現在包裹都丟在這邊 或是像我一樣我的包裹就是收不到 然後接下來就走進來 這邊是洗衣房 然後進來之後 再刷一道卡 這邊進去是垃圾房 這一道沒有鎖 然後進來之後就是三 我們有三個電梯 這邊要再逼一次 平常這個電梯要等超久 然後電梯裡面是這個樣子 我們這棟樓有30層樓 然後 平常這個電梯其實常常壞掉 也要等很久 但就是現在完全沒有人 因為大家能搬走了 現在都標示說 因為social distancing 一次只能一個人搭電梯 我住的是八樓 進來之後 這是我們的梯間 然後我住的是 flat 24 再逼一次 進來之後 浮 這是我們室友準備的吞臉 所以呢 進來之後 它是這樣走下來 1號房 2號房 然後這個是一個走廊 進來之後 這是3號房 我房間4號房 然後 這邊到底喔 很多天就是到最後8號這樣 然後 走進來之後 這就是我的房間 4號 喔 剛剛沒鎖 鑰匙我是掛在這邊 現在有很多把鑰匙 因為 台灣的朋友都把房間鑰匙機放在我這 然後我現在房間很亂 因為有我搬家的紙箱 然後 朋友們之前給我的物資很多 我的房間 長這個樣子 感覺超亂 上面這層 這層 都是物資 這邊是我放一些有的沒的東西 然後 這一層都是化妝保養區 然後一些小東西 面紙 我的 鉛筆盒在這邊 然後 嗯 平常我電腦就是在這邊用 然後 有一個空氣清淨機 跟我貼很多東西 出國玩的時候拿的 然後 就是 嗯 萬七八糟的 竟然其實我房間沒有到 很小 就我有這樣的一個空間 這樣 一個鏡子 再來 這邊是 我 放我的 就是熱水壺這些的 然後 一個鞋櫃 這個櫃子呢 我都放我的大行李箱 然後 這個書桌 其實它 這邊 它是可以就是搬開 裡面我會放一些 平常不會拿的東西 然後 床 是 雙人床 加大的 然後 加大單人床 不是真的床人床 然後床外的風景呢 沒有風景 就是 下面呢 給大家看 就是鐵路 真的超吵的 然後 我的 牆 我把它佈置成這樣 我給大家看一下開燈的樣子 晚上就是 晚上就是 這樣 所以我覺得我房間很美 雖然小 但是 我蠻喜歡我房間的 轉一圈就這樣子呢 然後這邊就是 我的衣櫃 衣櫃就是這樣小小一個而已 就打開來 就是這樣子 然後 這邊還有兩個 像一些襪子的 然後廁所的地方就是這樣子 這就是 廁所 有一個鏡子 然後 鏡子的部分 可以打開 裡面放超多東西 然後 我這裡寫一下 我就長這樣 然後 淋浴間 我有自己換一個 就是 Amazon的 過濾器 就是 洗頭 不會在英國一直掉頭髮 就先這樣子 那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這個 宿舍的房型好了 因為KINS自己 自己有很多宿舍 然後 KINS有五個校區 所以 他宿舍到底有幾個 我其實 我有點不知道 但是他的宿舍就是 不是在 主校區的 building 旁邊 他都是在 蠻 有一段距離的地方 就是像我的 我的校區 是在 Strand Campus 宿舍到 學校我要通勤 至少半小時 而且是搭地鐵 所以 在英國生活習慣 就覺得半小時內 能到的地方 都已經很不錯了 我們也可以搭公車上學 然後 搭公車的話大概是 40分鐘 看有沒有塞車的狀況 我住的是 en suite en suite 就是 有自己的 廁所的房型 然後你的 廚房 是跟你的 flat maze共用 然後還有一種房型 叫 non en suite 在atlas是三個人共用一個 一個套間 就是你有你自己的房間 但是你要跟你室友 共用廁所跟廚房 就是你只有自己的房間 這個是 non en suite 我住的是 non en suite 然後還有一種 是叫studio studio就是有自己的廁所 跟自己的廚房 就是你整個可以 真的自己自住這樣 然後 因為我來的時候呢 我自己是 看了一下 宿舍的距離 我覺得atlas的宿舍距離比較好 還算比較近的 所以就是選擇這間宿舍 然後 我選on suite 因為我們這間宿舍 on suite 的 房租是 他是 以 週寄費 反正我們一週房租是 279磅 換算下來是大概 一個月我的房租就是台幣 10萬多塊 然後我的房間就是 剛剛給大家看的那樣 超小 那就是一個人住已經夠了 我覺得啦 但是我們 我的廚房很大 然後很寬敞 採光也很好 也可以看view 就覺得 還 還不錯 給大家看一下廚房的部分 廚房一進來呢 這邊就是一個櫃子 有放一些 熨斗啊 吸塵器 然後兩個大冰箱 再來呢 這張桌子 我們廚房長這樣 採光很好 很漂亮 今天是 很典型的 英國的天氣 就是 陰陰的 然後前幾天隔離的時候 都大 太陽 天氣超好 但那時候我就還沒開始錄影片就是了 所以這就是我們看出去的view 就是一片倫敦的天際線 然後 這就是那個我說很吵的火車 然後 喔 英國雙城巴士 每天的窗景就是這樣 我超喜歡這個景的 然後我們樓下有個公園可以在這邊散步 當然平常是不會去散步 然後 這邊是一區 呃 休息區 其實很少會坐在這邊啦 然後這邊是 琉璃台區 我們廚房很大 兩個烤箱 兩個烤箱 兩個微波爐 這是我的電鍋 然後 給大家看一下裡面 超多的食材 然後從這邊開始是 我的食材 從這邊開始全部都我的食材 泡麵 泡麵 謝謝大家 一些醬料類 然後有烤吐司機 反正這一個是 以前我是只有這一個 然後 現在因為大家都走了 所以全部都是我的 這還有一個 然後我們的沥水區 這個是 這個是垃圾桶 然後這裡面放一些 就是清潔用品 然後這邊 因為之前八個人住 大家很多過碗瓢盆 但因為他們走得很匆忙 也不能帶走 所以現在就是隨便放在這邊 給大家看一下冰箱好了 這個 現在也是我自己在用 現在也是我自己在用 就是 大冰箱 整個 滿滿的 都是我的 好小 超誇張的 然後因為有兩個冰箱 所以 這個冰箱放比較多冷凍的 還有就是 還有就是中超買的 銅鑼燒冰淇淋 超好吃的 台灣的 怎麼不對焦喔 然後 我在回國前 還買了一堆青菜 所以我現在很趕著 要把它們吃完 廚房的狀況就是這樣子 現在關閉所以沒辦法給大家看 四樓的 一個event room 就是可以 那是一個可以預訂 然後你可以 要朋友一起來家裡 做飯的一個空間 然後 還有三十樓 是一個 roof terrace 就是 頂樓的 露台 但是因為現在就是 都關閉了 所以沒辦法給大家看 那缺點就是 房租太貴 即使是以倫敦這個房價 它也算是很 很貴的房子 我們這間flat 總共有住八個人 其實 八個人共用一間廚房 的確是 會有小摩擦 畢竟人蠻多的 可是我覺得一直以來 我們還算 還算協調的還可以 現在因為病毒 所以我歐洲的室友 都回到他們歐洲的家 然後 中國室友也回中國 所以呢 我現在是自己一個人 住在這邊 付完睡的錢 用studio的設備 只有我在用廚房 就是整個空間變得很寬敞 我們宿舍 我們的studio好像是 三百 三百一十五 三百一十五磅 大概是這樣的 價位 其實是 不打算離開英國回台灣 因為我之前是覺得說 就是 我在宿舍裡面自己隔離 其實很安全 那大家也知道 在台灣有很多報導 是 把英國報導的很恐怖 說 死亡人數怎麼樣怎麼樣 很聳動的標題 其實英國的情況真的不好 但是 如果你就是 真的自己待在房間 然後 自己做飯 都不出門 我覺得 其實感染的風險 算小 因為我 嗯 因為 我現在自己自足嘛 所以我會出去 我會去超市買菜 然後買菜的過程呢 英國政府已經宣布lockdown 所以呢 就只有超市這些民生用品店 是開的 他們也有實施social distancing 然後也有警察會巡邏 所以 在超市的時候排隊就是 每個人要隔 一點多公尺的距離排隊 然後有限制在超市裡面的人數 所以呢 你就是會在空蕩蕩的超市裡面 嗯 買東西 然後買完 就一次買很多嘛 買完之後就回家 然後 脫掉衣服 洗好手之後 就開始消毒 你剛剛所有出去外面有碰到的東西 就是我就會先把門把 外面門把 裡面門把 廁所門把 水龍頭 全部消毒之後 開始消毒我的衣服 然後 嗯 我的買菜包 我大概會買個 一到兩大包的食材 然後買菜包也消毒 嗯 可能再噴一下 酒精噴一下桌子 差不多這樣子消毒完 我就覺得其實 還好 我不想回台灣有很多我個人自己考量的理由 那也是因為我的生活是已經建立在倫敦 但是 倫敦現在可能會 進入更長時間的隔離 那我覺得如果 隔離時間要這麼長 我就是要一直一直 待在我房間 然後 一直這樣自己自主的生活 感覺 不是個辦法 就是 可能短時間沒有辦法改善這個狀況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也可以先回台灣 一陣子 然後 再觀察狀況怎麼樣 希望我可以再回來倫敦 嗯 然後因為我這個宿舍 就是 現在學校也願意讓我們解約 所以 我就覺得 我想把倫敦的事情全部處理好 像銀行卡 然後 嗯 手機花費 房租 行李 就很多東西準備好之後 我才想要離開倫敦 打包的最後一天 這邊 大箱子都已經收得差不多了 這是 家用品 自己的東西 然後 這一箱是 都是衣服 我都竟然在這 我真的不敢相信欸 我竟然拿到了 在我離開英國前 我留學半年了 有收到很多學弟妹的問題 然後 也有跟一些學弟妹 嗯 在 Instagram做交流 我的 part-time 是 Kings Ambassador 就是我們 Kings的 校園大使 然後 嗯 因為現在做 Kings Ambassador 我的工作就是負責回答 關於我 Future Student 對我這個系 有什麼問題 基本上就像我 平常在做 就是回覆大家的問題 只是現在變成 嗯 我的線上的工作 因為 病毒的關係 所以 工作現在都改成 線上工作 嗯 對我來說也很方便 那我想說 嗯 除了我這個工作以外 我也希望可以回答到 更多人的問題 所以如果你有問題 關於英國留學 或是 任何想招Kings的東西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如果有機會的話 下支影片再見 謝謝大家